我們剛才一進來之後 我們會先看到這個刀欄 有這刀的圖就超貼心的 如果大家好運的話可以買到這個 日本產黑馬和牛買一送給 但是我們來都沒了 全部都沒了 好你們看這個叫做神奇豌豆 它很特別啊就是把它放在寶特裏面 然後搖搖搖搖 寶特裏就乾淨了 或是你的椒皮就乾淨了 欸這個有角質軟化氣耶 就是我臉旁邊都會長一些小肉牙等等的 它好像點一點就會好一點 外面這邊還有個美妝式用品區耶 欸連這個洗臉的都可以使用 這個不是很多那個網紅代言嗎 對啊 洗臉機 各式各樣的東西 這次藥本附一盒要賣459耶 那現在才299耶 有人是有說 它可以不用洗臉 它是連洗臉都可以的 聽說這個米店是這裡的招牌嗎 欸它那裡有賣各種招牌 對對對就是他們有做這個手作的飯糰 然後師傅會在這裡獻捏 超可愛的耶 好像卡通喔 明太子飯糰 喔它就是夾在中間 它的海苔好像蠻脆的喔 它的海苔很脆 你不會像台灣的那個玉飯糰 你吃到某一處才會有料 但是你咬到後面之後你每一口 你都可以吃到裡面的餡料 真好吃耶 這裡太多人了吧 對啊 好瘋狂喔 大家來的話記得先從1樓排隊喔 今天又是我們的新店爆爆 對 台中唐吉喝的地間 那它原本入口其實在B1啦 只是因為今天人特別多 所以在1樓就排出那個人籠了嗎 一個大廣場 對對對 大家現在在這裡排隊 其實排隊時間不會很長 大概10到20分鐘就進去了 只是它在1樓有點熱 我們到門口囉 我們剛才一進來之後 我們會先看到這個刀欄圖 有這刀欄圖就超貼心的 對 那我們現在位置是在這個水果 它總共大概是有13區左右 我們在服務工作人員 他推薦美妝是一定要去的 還有一個就是壽司 壽司應該在這一區嘛 這邊是水果大福耶 還有7號的水果 而且它很特別 裡面是包色香補號 我們通常遇到的都是草皮 然後它這邊還有蜜乾的 哇好酷喔 我們看它這個哈密瓜 包裝的超漂亮的 欸這送禮還蠻適合的啦 499 一顆499 上面還有一個1499的 如果大家好運的話可以買到這個 日本產黑馬和牛買一送禮 但是我們來都沒了 全部都沒了 原來這樣子一小塊的和牛就要300塊 這樣子一小塊 這樣卷麵吃和牛 好像挺划算的 對 二人幫你處理好 好大喔 超帥的 這只是它的腳 喔鰻魚耶 還有鮭魚卵 還有干貝 它沒太子 欸那這邊的食材我蠻喜歡的 就是它的海鮮耶 撇除價格不算的話 感覺就是比較少見的 然後剛剛有個店員跟我們提到說 他們的壽司是這裡蠻有特色的 在壽司的旁邊這裡還有生魚片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量跟價格 這樣230塊 它這裡都有寫 這個超可愛的 這個真的超可愛 它就很吸睛耶 它是麵 然後它這一櫃呢全部都是日清 泡麵區 我們有一個朋友非常愛日清 所以來到這邊呢 他就不用擔心 那接下來這區呢是熟食區 裡面有賣大阪燒啊 還有可麗餅之類的東西 還有烤雞腿串 這可麗餅看起來很有櫻桃小彎子的感覺 欸 它可麗餅有不同口味 南瓜野菜咖哩的 剛剛小白娘發現 有這個很特殊的東西 他說這個是外面很像鬆餅 然後他就想吃吃看 那我們這個冰箱和那個冰箱 全部都是甜點區 然後你們看 這裡面呢 這裡還有這個耶 白色的鯪魚燒 我那時候在日本最愛吃鯪魚燒了 然後這邊還有泡芙啊 還有那個叫做丸子 然後這裡呢 還有你最喜歡的 冰淇淋嗎 冰淇淋的東西 這是不會融化的冰淇淋嗎 小泡芙 喔喔 在日本不是一直想要吃糖尿雞嗎 對啊 這有一個糖氧 不然哪一個老了 而且還有附那個搖搖粉 對啊搖搖粉 好帥喔 它這個沒有 這個有附 那我拿有附的 然後它旁邊還有一個就是米墊 聽說這個米墊是這裡的招牌嗎 欸 它那裡有賣各種朋友 對對對 就是他們有做這個手作的飯糰 然後師傅會在這裡現捏 超可愛的耶 好像卡通喔 結果發現這應該也是石料餅 紅色系的啦 有點具體 欸然後它這裡好像有一個小門耶 對那裡是捷徑 現在沒有開放 所以它可能是日清的系列太多 然後擺在這邊放 這真的是全系列耶 然後這一區呢還有一欄耶 還有各式各樣的 都是泡麵耶 超多泡麵 很適合我耶 愛日本泡麵的人來到這裡就對了 這一區呢全部都是廚房用品區 就像這個有飯燒啊 然後 然後 喔~~~ 只嚇吃飯勺 好 pública 好你們看這個叫做神奇豌豆 它很特別 就是把它放在寶特影片 然後咬... 寶特皮就乾淨了 或是你的餃子就乾淨了 寶特皮為什麼要洗 做章魚騷的耶 對耶 這也是章魚騷派對區耶 裡面有一些那個刷醬等的 然後還有這個 這一個系列就可以讓小小孩吃得很開心 好誣人 對呀你要不要買那個 感覺你很適合耶 我感覺你好像蠻多醜辱的 真可愛耶 它是手機支架 對它可以放在這裡 欸它不是會亮嗎 會啊 後面啊 後面有燈 這蠻可愛的 對 超可愛 然後它旁邊還有一個比較有質 我覺得它這裡比較有質感 但是沒有什麼功能 很可愛 我覺得如果是交換禮物來的話 可以在這去挑一下 可以耶 之前我在做日本代購的小編的時候 超多會買這個的 喔 護手霜 大家都只衝完它的包裝來 喔 因為它很可愛 所以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喔 因為它是Hello PP啦 對 現在有這個五折的牙膏耶 它這樣一條是五十九塊 看起來很便宜耶 欸 這個有角質軟化器耶 就是我臉旁邊 都會長一些小肉牙等等的 它好像點一點就會好一點 外面這邊還有一個美妝試用品區耶 欸 連這個洗臉的都可以使用 欸 這個不是很多那個網紅代言嗎 對啊 洗臉機 各式各樣的東西 這是藥本副一盒要賣四百五十九耶 那現在才二九九耶 有人是有說 它可以不用洗臉 它是連洗臉都可以的 好像聽說這樣 鑿馬尾比較自然 喔 日本很多這種書籍不是嗎 就是專門為了綁馬尾而而做的 轟轟的這樣子 就是就是 從神同獄耶 就是如果當你沒去過沖繩 你會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賣紅玉 但是我們去過就知道 他們有一條那個國際桶 對 很多這個 這個區域好可愛喔 上面很多卡通人物 然後這就是像我們台灣 拿著拿著 它是用一個有包裝過的桶子這樣子 它這個是整副眼鏡都可以吃嗎 應該是在它裡面吧 那這眼鏡就是可以戴是嗎 應該是 剛才結帳出來之後啊 就有賣這個和牛串 然後另一個呢 看起來好像是泡麵吧 那它這個和牛串也算是九十九塊 好像還有賣便當 其實我對它後面那個泡麵比較有興趣 它這裡還有用餐具 你可以買真的吃 可是現在也超多人的 那它那個泡麵啊 你可以加一些配菜 然後口味的話也可以做選擇 我們等一下去點一串九十九塊的和牛串 其實我覺得它賣和牛好像有個優點 就是因為我們平常要吃到和牛不是要花大錢去吃燒烤店才吃得到嗎 嗯 但這個九十九塊就吃得到了 我來吃看看是不是一樣 大概其實是要稍微等一下 它旁邊還有賣和牛便當 嗯 好吃嗎 好吃耶 它是一個蠻好入口的 然後它確實有那種和牛一進去的嘴巴 會融化的感覺 而且還有分四種口味 我覺得口味很醜 如果是九十九塊買到這個品質 我覺得可以買 明太子飯糰 然後它就是夾在中間 它的海苔好像蠻脆的喔 它的海苔很脆 你不會像台灣的那個御飯糰你吃到某一處才會有料 但是你咬到後面之後你每一口 你都可以吃到裡面的餡料 真的好吃耶 他們這裡泡麵呢 你可以選各式各樣的口味 然後呢 他們這裡最經典的話 就是這個加三十元 它是必加的 所以就等於說呢 你來這裡吃至少就是五十元加三十元 它會有這些品項 那如果是豪華配菜的話 它就會多了兩片肉 但是他說這個是必要的 對 所以你一定至少吃上面的價格 加三十塊這樣子 剛剛我們買的那個拉麵呢 就是它旁邊另外一個攤飯的 這樣總共一大碗是一百五十塊 有一股燒焦味 非常Q的 可是麵體的話你可以自己選啊 就是看你要哪一種口味 就是它 等於說你選它煮的意思 對對對 我覺得它的燒焦味是來自它的肉 這個肉是另外要加一百塊的 它的肉看起來還蠻厚的 它吃起來很像煙燻 火腿 火腿腸的那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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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腿腸的那種感覺